六岁就息时为敬物,三度入狱,四十岁才觉醒的钢铁侠竟然荣获奥斯卡奖项,凭什么他能逆风翻盘? 2024年3月10日,第9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美帝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,备受瞩目的钢铁侠,小罗伯特,唐尼终于强势斩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桂冠,史上首位获此荣誉的他兴奋不已。 这是他第一座小金人,更是他历经磨难,多次征战奥斯卡的荣耀时刻。 1993年,青春年华的唐尼凭借主演的传记电影《卓别林》一举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,他将卓别林的一生演绎得淋漓尽致,却遗憾败于文湘时女人的阿尔·塔西诺。 2009年,他再次凭借战争讽刺喜剧片,热带惊雷,获得最佳男配角提名,然而那年,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奖应属于《黑暗骑士》中的西斯·莱杰。 而这次,他与《黑暗骑士》的导演克里斯·托福·诺兰再度联手,共同打造的奥本海默,让他如愿以偿,尽管冲刺奥斯卡的道路充满坎坷,但唐尼从未气美,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,人人皆知。 小罗伯特·庞尼并非完美偶像,他是历经苦难的孩子,曾痴迷堕落,生活波满争议,命运跌至低谷。 1965年,美国导演罗伯特·庞尼迎来了小罗伯特·庞尼,当他五岁时,便出演了父亲导演的《狗狗人生》中的幼犬,为表现出小狗撒尿。 他笨拙地进行练习,学着用腿积住树干整整一周,然而,在六岁时,小罗伯特·庞尼误入歧途,在父亲引导下尝试违禁物并陷入长达三十多年的深渊,1972年,已经吸食违禁物两年的小罗伯特·庞尼,在墨西哥人的宫殿中竟扮演了被上帝割喉的小孩,因厌恶该角色,为父亲删耳光,父亲下令,给我演到让我满意为止。 小罗伯特·庞尼,被迫展现出被杀的恐惧,但这对一个七岁的孩子实在过于残酷,留下深深阴影,压力和违禁物成为他的。 朋友,在谈起自己为何染上违禁物时,庞尼曾坦诚地说,可能跟家族遗传,有关,他老爸就是个毒虫,从很小的时候,就跟着父亲吸食违禁物。 而就在那段疯狂的日子里,庞尼居然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 1980年,年仅15岁的他在电影《乌龙军校》片场打杂,每天骑着小摩托,穿梭于片场。 某日收工后,女主角巴巴拉,被之音无车可乘。 庞尼毫不犹豫地载他回家,这次精力激发了他想当演员的念头。 此后,他开始学习古典芭蕾,并在青年时期在纽约的舞台庄园表演艺术中心接受表演训练。 父母离异后,1981年,庞尼进入洛杉矶的圣塔莫尼卡高中,加入高中戏剧团,甚至为演音乐剧《俄克拉河马》,学会了踢踏舞。 他一边吸食为进物,一边学习表演,虽然演技如何不得而知,但吸食为进物技巧却是炉火纯青。 1982年,他离开学校前往纽约闯荡,做过披萨店服务员、鞋店员工、国体艺术表演者。 同时,他还在剧院演出,因外貌出众,被星探发现,顺利进军好莱坞。 从此,他走上了靠脸吃饭的道路,在讨龙套期间,唐尼邂适逅了初恋沙拉、杰西卡、帕克。 当年,22岁的唐尼在《灵下的激情》中饰演为进物缠身的花花公子,出色演技收获好评如潮。 队友安德鲁、麦卡锡都忍不住夸赞,他演得太真实,唐尼只是微微一笑,回首过往,那些难以言喻的心酸了。 自此,唐尼的表演之路越走越宽广,角色各式各样,却都有些许怪异,与普通人大相径庭。 为了诠释这些角色,唐尼以真实感受为基础,权情投入,让自己完全进入其中,然而,命运却没有因此而眷顾他,在参演《卓别林》,并首次获得奥斯卡提名时,唐尼正处于人生低谷,心事与初恋迷友分手。 接着又未能摘得奥斯卡影帝桂冠,双重打击之下,他选择用微镜物来麻痹自己,不久后,唐尼邂适逅了戴博拉、法奥康纳,两人相识几一个月便步入婚姻殿堂,四年迎来了爱的结晶。 然而,这段婚姻并未持续多久,妻子发现了唐尼吸食微镜物,两人最终分道洋雕,离婚后的唐尼陷入疯狂。 1996年,她因裸体驾车超速,携带围禁物和手枪,被警方逮捕。 交完罚款一个月后,她因用药过度昏迷,被紧急送医。 1997年,她试图逃离界围禁物中心,结果被捕,被判处六个月精进。 1999年,她再次逃避要紧,被判刑三年,曾经的璀璨星光,如今沦为囚徒,令人唏嘘不已。 在当时深陷淋雨的时候,唐尼竟然接受了《名利场》杂志的访问,她痛苦地说出, 我经常感觉生不如死,我真的很想摆脱这种地方。 然而,当2000年她成功地提前获释之时,却再次沦落到违禁物之中,令人气愤的是, 这次她竟然跟着她父亲走上了隐君子的道路,甚至带着只有6岁的儿子一同沉沦。 更糟的是,2001年,警方再次发现唐尼在假释期间携带违禁物,她因此被捕入狱。 这已经是她第三次被关押了。 在法庭上,唐尼坦诚,违禁物就像魔鬼,让人无法自拔。 但幸运的是,她终于觉醒,开始了漫长而艰难地戒掉违禁物的路途。 她不再执着于演艺事业,而是投身音乐领域,尽管在工作中,她依然显得脆弱无力,值得庆幸的是,勇敢的心。 导演梅尔·吉布森始终支持着她,鼓励她外出旅行。 演员西恩·潘泽直接将她绑在直升机上,强行送去戒掉违禁物。 在借为禁物的第二年,唐尼在拍摄电影《鬼影人》时,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,女制片人苏珊来文,正是因为有了她的帮助,唐尼才得以成功借为禁物,并重新回到大营物。 不久之后,他们步入婚姻殿堂,谈及与妻子的相处模式。 唐尼幽默地比喻为美国队长与钢铁侠的组合,一个负责出钱,一个负责决策,两人配合默契。 2008年,这位年近半百的小罗伯特·唐尼,用她43岁的年纪,在漫威影迷心中留下深深烙印,钢铁侠首映。 她化身为应用机制的钢铁侠,重新燃起了影迷们的热情。 然而别忘了,那个时候的唐尼还饱受争议,曾因稀为禁物丑闻而被舆论攻击,但为了得到这个角色,她付出了很多,增击20磅,片酬减至50万。 遗憾的是,消息已公布,网上反对声四起,甚至连漫威都不太太好。 他们抵押所有家产,投注这部电影,怎敢冒险选用污点艺人呢? 然而,导演乔恩,费如却力挺唐尼。 她认为,唐尼与钢铁侠的经历有许多共通之处,这将有助于她更好的诠释角色。 事实证明,她是对的。 唐尼凭借此片荣获第35届土星奖最佳男主角奖,并于同年5月荣登时代周刊,年度百大影响力人物。 榜单,自2008年起,唐尼以钢铁侠之资,参演漫威九部大片,包含三部《钢铁侠》,四部《复仇者联盟》, 在家美国队长三,和《蜘蛛侠》,《英雄归来》,紧接着的是颠覆形象,憨厚搞笑的黑人越战兵,热带金雷, 或金球奖最佳男配角提名,同年。 她又在漫改电影《无敌好客》片尾彩蛋,客串钢铁侠,堪称惊喜连连, 11月,美媒评选,2008年度娱乐人物,唐尼荣登榜首。 然而,当她以钢铁侠登上事业高峰后,却渴望摆脱这个角色,挑战新高度。 当她在《复联寺》以钢铁侠的名义,最终大战灭霸,打出恢复人类的响指, 相信许多影迷已经泪怒。 2018年,面对《娱乐周刊》提问, 旁尼表示,我会在大家厌倦前离开,毕竟我也怕尴尬, 看看她塑造的钢铁侠,对漫威的重要性,看看她这些年来的片酬就明白了。 曾被漫威视为二三流的英雄角色,因小罗伯特,唐尼精湛演绎,而成为了顶梁柱, 稳坐C位长达十余载。 她的人生经历了从富豪到英雄的转变,充满了热血与激情, 尽管故事老套,但唐尼的真实人生就是如此精彩分成。 若一切顺利,漫威定会携手唐尼共创辉煌,好莱坞巨星小罗伯特。 唐尼,在事业巅峰之际选择激流勇退,这需要和其巨大的勇气呀。 她独特的个性,加上那一丝丝的幽默感,使她成为了钢铁侠的最佳代言人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她决定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未来, 在告别钢铁侠后,唐尼首部作品《法官老爹》好评如潮,可惜与奥斯卡擦肩而过。 然而,她并未气馁,终于等到了诺兰的青睐,出演《奥本海默》中的反派,人们还在怀念钢铁侠时。 却惊讶地发现,奥本海默中已不见钢铁侠踪影,唐尼成功塑造了一个狡猾,深沉,善于伪装的政治家形象。 凭借此角,荣获四大风向角,及奥斯卡小金人,实现了演艺生涯的大满观。 这是她第三度冲击奥斯卡,终于梦想成真。 小罗伯特,庞尼的钢铁侠,如同她50年来塑造的众多角色一样,将被铭记为历史,成为永恒的记忆。 唯一不变的,是她那丰富多彩的表演艺术之路,所以要说到为何吸毒明星众多,却独独饶恕了。 当铁侠,那,毋庸置疑,那是因为唐尼音饰演漫威超级英雄,人气暴增。 就连2015年,加州州长也大手笔赦免她,曾因西维禁物入狱的过往。 唐尼是幸运的,可以摆脱维禁物的困扰,但普通人却不行,所以远离维禁物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到的事情。